很單純的,裡面的程式其實就是 第一個先把舊資料清空 打錯一個字,應該清除舊資料 再來就是把資料下載 然後 關鍵的地方就是編碼方式啦,所以將來 你們如果遇到 亂碼的話 其實不外乎啦,目前看到的 就兩個,一個是950,一個是650,所以如果假設 你用950亂碼,換成6501應該就OK了,或者相反的 把它執行一下,這個就可以把舊資料清空,然後又把新資料 給擷取下來了 OK,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我們第一步就完成了 那第二步的話,就是要繪飾那個 桃園區的 桃園的那個折線圖 那就要畫一個圖在這邊 畫圖的部分的話,跟前面做法其實雷同啦 所以呢,大概也是兩行程式,這個兩行程式其實也可以從哪邊可以取得呢 其實也可以從那個我們外幣這邊畫圖啦,其實就美元折線圖那個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你可以從這個美元折線圖這邊 其實可以參考啦 那其實不外乎就是說 錄製劇集裡面會有一個叫 add chart2 就是增加一個圖 然後後面這個,這兩個參數是畫折線圖 後面呢,就是它的坐標 這兩個是坐標,一個是laps,一個top 就是哪一個儲存格的laps 就是左邊那條線 哪一個坐標的 上面那條線 給它,它就把圖放在 它的左上角 然後寬多少,我這邊是乘以10 可是如果你覺得太寬,你把它乘以8好了 我們上禮拜,改成乘以8 高度的話,也是乘以10列好了 這個height是高的意思 位時的話是寬的 可以把它調一下 再來就是資料來源 這個就是你的資料在哪一個儲存格 那因為有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呢,是日期 一個欄位呢 是它的資料 所以給它 日期 給它資料,這樣就OK了 所以同樣的方式啦,你可以把它複製之後 貼到這邊來 我是把它貼到下方 增加一個叫桃園的 桃園折線圖 那把它貼過來 那改的話,改哪些地方 基本上呢就是改 第一個 貼過來之後它的lab跟top 改一下 本來的好像是m1 因為我將來要放的不是m1 我放的是 O1 所以把它 O1 就是把它這個改一下 本來m1改成 O1 然後 這個可以 其實這個應該可以改 這個也可以把它改成O1 那寬度的話呢 就是 根據那個什麼 O O這個欄位的寬度 寬度乘上 O的話 m跟O 好像m 比較 OK 那我就改成O好了 以O那個O 反正這個不管 哪一個藍的寬度都OK 然後呢它的8個 所以意思是8藍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算12345678 應該到V 所以如果假設用O的話 那這個按鈕可能就是要 再把它向右移 移過來一點點 不然的話可能會OK 就12345678 畫到這邊OK 所以桃園折線圖的話呢 假設我再改了一下 這個Lapt TOP 然後寬度的話是8個 那高度的話是10列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把它改成O 然後呢高度的話是10列高 OK 那資料來源的話呢 就是 從哪裡到哪裡 日期的話呢 這個是放日期 這個是放它的數字 所以日期的話呢 是在這邊 這個是日期 日期的話是A1 到M1 然後它的資料是A2 到M2 所以有點像填空體 把 日期填到這邊來 然後呢 它的 資料的話呢 有沒有 把它填到這邊來 你知道 不要填錯啦 應該理論上應該就跑出你要的結果 這個是日期嘛 這個是它的 它的數字 就分別把這個數字填到這邊來 這個是它的日期 日期填到這邊來 這樣就OK了 好 那最後的話呢把它run一下 看看會不會OK啦 所以底下我是直接 從前面的有個刪圖 把它刪掉 舊的刪掉 然後新的就把 桃園折線的執行一下 看看 出現了 有沒有 那一樣的方法 把桃園折線圖改成中立折線 中立的話呢 其實基本上只有 幾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你的坐標位置 因為圖不能放在 歐1 要放在歐11 它的下一列 所以這邊的話 我把桃園折線貼過來之後 改一下 變成歐11 OK 然後寬跟高不變 再來就是說它的範圍 日期部分1到12月都固定了 所以A1到M1不改 後面的話就改什麼 改A3到M3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它run一下 所以 貼過來之後 執行看看 要不OK 桃園有了 不過寬度為什麼不OK呢 那應該是我有個地方沒改到 應該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啦 這要把它改 改成歐 這邊一樣改成歐 OK 因為可能之前 貼過來沒有改到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做出 這個 桃園 中立 中立 OK 當然啦 如果這個OK 這個OK的話 那接下來你會比較一下 到底哪些地方變更的 你可以看到 這兩個比較之下 他本來的1 變成11 所以第1個會變的話呢 你就抓出會變的部分 這個是第1個會變的 所以是第1個變數 第2個變數的話就是這個 這個變2 2變3 那當然 底下的話 如果 以正常的推理的來看的話 那應該這個後面固定規則 1變成11 11後面應該就是21了 21後面變31 有沒有有固定規則 那這邊的話應該是 2變3 3應該變4 4再變5啦 一直在推啦 那總共有 幾個區 你就讓他跑幾次就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算一下 總共有 2到14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1到 等於是13區啦 所以我們後面如果要全部折線圖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在跑一個回圈 就可以把 這邊 把它全部 寫成全部折線圖 OK 你們先試一下 先試著把 那個桃園折線圖 跟中立折線圖 可以把它試著做做看好了 那這個程式如果你擔心 寫不出來了 我有把它貼到哪裡 我剛剛有把它貼上 貼到那個外幣匯率資料的最下方 所以你們等一下如果要參考的話 其實可以找一下 那個在 雲端白板的 這個 外幣匯率資料下載的最下方 剛剛我好像有個地方沒改到 這個把它改一下 這個改歐啦 這把它改歐 這個 尤其是寬度 如果寬度沒改 好像會有 寬度 不對的 狀況發生 OK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 你們 休息一下 字幕志願